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大会 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 演讲者皆选至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 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试班演出 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及教会职员 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与教导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 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多将主持本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第一场大会 我们要特别欢迎前来会议中心 和在世界各地参与盛会的教友及教会友人 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 他指派我主持本场大会 我们也要向参与这场大会的总会当局人员 及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之意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师班担任 指挥士迈克·威伯格 管风琴诗琴是理查·爱德略和安德烈·温斯华 唱师班刚才献唱了美哉神功 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 现在将为我们献唱 来吧 神的儿女们 接着由七十元局地良宴长老 做开会祈祷 由七十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 how joyful it will be when our Saviour we shall see When in splendor he'll descend, then all wickedness will end O what songs we then will sing to our Saviour, Lord and King O what love will then bear sway, when our fears shall be awake O the rain is heartless white, we will dwell in truth and light We will sing the songs of praise, we will shout in joyous ways Earth shall then be cleansed from sin, every living thing therein Shall in love and beauty dwell, then with joy each heart will swell Shall in love and beauty dwell, then with joy each heart will swell Our Holy Heavenly Father Our Holy Heavenly Father We express our love for Thee, we love Thee We express our love for Thee, we love Thee We express our love for Thee We express our love for Thee Thee 多瑪孟孙会长 感謝由他来带领我们 我们 祈求你能够祝福他,能够支持他 在这场大会及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祈求 Our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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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祈求祀祢能够在今天 We thank the Two days 能够在今天 这个教友大会的时间 跟我们在一起 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祈求 也祈求贤 Etz Adwomen 当他们在演讲的时候祝福他们 我们祈求祢能够 material before Tha 圣化我们 当我们在努力遵守祢诫命的时候 我们祈求祢的圣灵 能够庆祝在教育大会里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敬爱的先知 多马孟孙会长演讲 在他演讲之后 唱诗班要献唱 《日光照我心》 献唱之后 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 裴道潘会长将为我们演讲 接着由总会妇女会会长 朱利贝克演讲 在他演讲之后 总主教团 骑师迈克莫林主教将为大家演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再次看到你们 跟你们相聚真好 这次教育大会代表了教会已经成立了180年了 我们多么感谢先知 约瑟斯密 他寻求真理 找到真理 并且在主的指示下 复兴福音 成立了这个教会 从1830年的那一天起 教会 就一直稳定地成长 每年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越来越多人的生命 并且随着传教士不断找出寻求真理的人 教会已经遍布了世界各地 我们再一次地呼吁教会的教友 要关怀心归信者和那些想要回到教会的人 用爱去拥抱他们 帮助他们 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弟兄姐妹们 真的感谢你们 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与热忱 感谢你们 在各自的支分会 支联会 还有区会里所做的一切 你们乐意服务 做得很好 完成了很多很多的善举 愿主在你们努力跟随他 和服从他诫命的时候 能够祝福你们 从上次大会以来 教会一直在世界各地 提供迫切需要的人道救援 但是过去三个月里 人道救援就协助了 法蜀的 波利尼西亚 蒙古 波利维亚 秘鲁 亚利桑那 墨西哥 葡萄牙 乌干达 还有其他许多的地区 最近呢 我们也在海地和智利 遭遇伤亡惨重的地震 和海啸的时候 我们提供了援助 我们真的要向那些遭受灾变的 教会教友 表达我们的爱 我们会为你们祈祷 我们也由衷地感谢所有乐意 协助人道救援事工的人 感谢你们分享你们的资源 并且在许多的时候 分享了你们的时间 才能和专业的技术 人道救援计划 并入福利服务的事工 已经25年了 接受这计划援助的人数 永远都没有办法充分地计算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不论灾难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永远都会率先地赶到那里去 教会不断地成长 向前迈进 建筑圣殿就是成长的一个指标 我们最近宣布了 要在犹他州派森要盖一座新圣殿 也宣布了要在犹他州奥格登圣殿 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工作 未来三个月里头 我们要在下列的几个地点 奉献新的圣殿 因属哥伦比亚 温哥华 亚利桑那州的吉拉谷 以及菲律宾塑物市 今年下半年 还有其他的圣殿 要奉献或重新奉献 随着教友人数的增加 我们会继续在世界各地新建圣殿 每一年 圣殿都要为我们过世的亲人 举行数以百万场的交易 愿我们真的能够继续忠信地 为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完成的人 执行这些交易 有许多人都知道 去年十月教尔大会后不久呢 我的亲爱的妻子 法兰斯因为跌倒摔断了宽骨和肩胛骨 她动了两次很成功的手术 住院疗养了几个星期以后呢 就出院回家了 她现在状况很好 在逐渐的恢复当中 上星期六她也参加了总会女青年大会 这个周末她也打算参加一两场的教育大会 她和我一样深深地感谢我们的天父 她今天就在现场 她跟我的女儿一起在现场 我告诉你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离开这些美丽的 妇女 我真的尤其要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 还有那些传教士 把我们全家人带到教会来 他我知道 他进到卧房里 拿了照片 他问他说 你跟这个孟生有关系吗 他说这个Elias Monson是我的祖父 然后我的父亲哭泣 他说 他就是以前 把福音带给我父母亲的传教士 如果没有他和他的传教士 我们今天就不会有现在 他的母亲也是 他们亲了他的脸颊 我的妻子等一下 你为什么要 我的妻子会问我 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时候 讲出这些经验来 她真的是一个 很甜美的女孩子 她可能会告诉我 不要再讲了 当我们还是在犹太大学的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我们接着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她说呢 你高 你很瘦高 你穿军服的样子很好看 所以我就加入海军了 我这是顺口讲一讲我们的经验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真的很感谢 天父 还有感谢各位为我们的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来这里接受教导 很启发的 我们真的要欢迎那些 新到刚刚到教会来的人 还有对那些遭受困难 还有挑战挫折的人 我要说 我们爱你们 也为你们祈祷 接下来两天 我们会听到许多的信息 涵盖着各个不同的福音主题 要向各位弟兄姐妹演讲的人们 他们也都寻求了上天的协助 我祈求 我们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充满他的灵 我这样子祈求呢 是奉我们的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I for Jesus is my light Oh, there's sunshine, blessed sunshine When the peaceful happy moments fall When Jesus shows his smiling face There is sunshine in the soul There is music in my soul today A carol to my King And Jesus says that he can hear The sounds I cannot see Oh, there's sunshine, blessed sunshine When the peaceful happy moments fall When Jesus shows his smiling face There is sunshine in the soul There is gladness in my soul today And hope and praise and love For the blessings which he gives me now For joy is made up above Oh, there's sunshine, blessed sunshine When the peaceful happy moments fall When Jesus shows his smiling face There is sunshine in the soul When Jesus shows his smiling face There is sunshine in the soul I speak to the Father as the family 我要对家庭讲话,特别要对父亲们说话,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里面,几年前我们在海勒里会长的指导下展开教会协调整合的工作,那时候多马孟孙会长说,今天我们聚集起来对看眼前这罪牵恶行和邪恶知识结结成的庞大阵容。 但是为人类灵魂而战的计划并不是我们自己定的,而是由主的启发和启示所提供的。 在那些年里,教会整体运作的架构都改变了,所有的课程都经过重新组合,各个组织的目的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重新界定。 在那些年里,协调重整的过程中的关键词就是圣旨。 孟孙会长也谈到9月中的英雄人物,基电。 基电蒙拣选去带领上万人的以色列军队,但是这些人当中,支电只挑选了300人。 基电拣选战士的方法很有趣, 当这些人在西边喝水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跪下喝水,这些人都被淘汰了,少数人用水捧起水来喝,完全保持在紧接状态,这些就是最后获选的人。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各地有战争,战争的风声和地震,如同先知们的预言,全地都正烧动,而且撒旦遍布此地。 他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所有良善和正义的事物,他就是从神面前被赶出去的路西佛。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对未来抱持光明的希望。 经文解释基电的小兵团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们各占各的地方。 这圆满时代的福音旗,已随着富与子向南海约瑟斯密的显现而展开。 接下来,天使摩洛乃向约瑟显示记录摩尔门经的叶片埋在什么地方? 约瑟被赐予翻译这些叶片的能力。 在翻译的过程中,约瑟和奥利弗卡德里读到有关洗礼的事。 他们祈祷,希望能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有一位天上使者对他们显现。 他就是施洗约翰,他授予他们亚伦圣旨。 这圣旨持有天使的施柱,悔改的福音和为罪赦免的静默洗礼的全要。 接着,使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位主在传道期间最亲近的人向约瑟和奥利弗显现并授予他们高级的圣旨,就是按神旨体制的神圣旨。 经文说明这项圣旨被称为麦基西的圣旨。 麦基西的是位伟大的大祭司,亚伯拉罕就是向他持一奉献的。 这圣旨成了他们的权柄,借着圣旨全要,他们能运用所有天上的力量。 他们也被吩咐要将福音传遍各国。 遵行耶稣基督福音向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耶稣所处的时代不容易,在教会成立的初期也不容易。 早期的圣旨们被迫承受难以言喻的困难和苦难和反对。 甚至在世上已经复兴超过180年了,我们现在有将近1400万名教友。 尽管如此,在世上数十亿的人口相比,我们仍然是极小的部分。 但是我们的身份不变,我们知道自己知道些什么,而且我们要出去宣讲福音。 摩尔门经已经明示,我们永远不会在人数上占优势,但是我们拥有圣旨的能力。 先知尼菲写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看到神高扬的教会,他的数目很少。 然而,我看到高扬的教会,及神的圣徒,也在整个地面上,而他们在地面上的势力很小。 约瑟菲亭斯密会长曾说,虽然有人会说,我们和世人相比,不过是一小群人, 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比作救主曾说过的面孝,最后终会提升全世界。 我们不但可以,而且一定会影响全人类。 世人将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不仅可能战胜撒旦,而且一定会战胜他。 尽管这些事似乎希望渺茫,而且困难重重。 几年前,我发表过一篇演讲,题目是《每位长老应知之事,甚至管理原则入门》。 后来,这篇文章即将发表之前,我把标题改为《每位长老和姐妹应该知道之事》。 我加上姐妹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了解我们对弟兄有哪些期望,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母亲、女儿和姐妹会对他们的丈夫、父亲、儿子和兄弟发挥影响力。 所以,除非我们获得他们的关注,否则我们无法进步。 姐妹们如果受到忽视,甚至也会失去极大的能力。 甚至是神赐给世人为他行事的,在世上为他行事的权柄和能力。 甚至持有人如果适当地运用圣旨权柄,就会做神在世上会做的事。 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圣旨权柄散布在各地,几乎每个地方都兴起了圣旨权柄。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定额组,小组。 但是我认为,我们将圣旨权柄散布到各地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散布圣旨能力的速度。 除非圣旨能力按照所有应有的方式在家中稳固不宜,否则圣旨无法,也不会发挥他应有的力量。 哈勒利会长说过,弟兄姐妹们,事情越来越明显了,教会没有选择,也未曾有过,只能更努力地辅助家庭去履行他们的神圣使命。 这不仅是因为家庭是天上的单位,也因为这是我们能给青少年最实际的贡献,协助改善后期圣族家中的生活品质。 虽然我们的许多计划和组织很重要,但他们应该支持家庭,而不应取代家庭的功能。 约瑟·F. Smith会长针对家中的圣旨做了以下的声明。 竹岭家庭的权柄永远在父亲身上,家中一切事物和与家庭有关的事上,没有任何权柄大过于父亲身上的权柄。 以下这个例子也足以说明这项原则。 有时候,长老们被请去某个家庭的成员,为某个家庭成员祝福,在这些长老中可能有支联会会长,使徒,甚至有总会会长的成员。 在这些情况下,做父亲的不应躲到后面,而期望长老们来主导并执行这些教义。 因为父亲在场,这就是他的权利,他有竹岭的职责,他应当选择一个人来执行高谋,选择一个人来做祷告。 而且,他也不应该觉得因为教会的主领当局人员都在场,他就没有权利主导家中执行福音祝福的事业。 如果父亲不在场,则母亲可以请在场的主领人员做主导。 父亲要主领家中的用餐,祈祷,以及一切有关他自己家庭生活的一般指示,无论谁在场都要这样做。 在越战期间,我们为征召去从军的教友召开了一连串的特别聚会。 有一次在芝加哥举行完一场这样的聚会之后,我站在海勒李会长的旁边,这时候有位年轻优秀的后期圣徒走过来,告诉海勒李会长, 他正在休假,然后他就要去越南服役,他请李会长给他一个祝福。 让我惊讶的是,李会长回答他,你父亲应该给你这个祝福。 这个孩子感到十分失望地说,我父亲不知道该怎么给祝福。 李会长回答,孩子,回家去,告诉你的父亲,你即将离开前往战场,所以希望他给你一个父亲的祝福。 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做,你告诉他,你会坐在椅子上,他可以站在你背后, 把手放在你头上,然后说出他脑中浮现的任何话。 于是,这位年轻的军人很难过地离开了。 大约两年以后,我再次遇到他,但是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 他提醒我那次的经验,然后说,我照着所吩咐地去坐,向我父亲解释, 我会坐在椅子上,而他应该将他的手放在我头上,甚至的能力充满了我们两个人。 在战场上艰难的几个月中,带给了我力量和保护。 还有一次,我到外地区的一个城市,在教友大会结束后,我们按例选派当地的领袖。 即将结束的时候,这段会会长问道,我们可以按例一位男青年为长老吗? 他正要出发去传教。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当这位年轻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做了个手势,于是有三个弟兄跟着他,并站在他身后准备进行案例。 我注意到后排的一个人看起来,跟他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就问他,那是你的父亲吗? 那还难,还说是的,我说你要由父亲去案例,他抗议,但是我已经邀请另外一个弟兄来案例我了。 我对他说,年轻人,你要由你的父亲案例,而且终有一天你会感谢主今天给你的祝福。 接着这个父亲走上前来,还好他是个长老,如果他还不是长老的话,他很快就会试了。 军队中将这种情形称为临阵受命,有时会在教会,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这位父亲不知道怎样案例他的儿子,我用手环绕着他,一步一步地领着他进行教义。 当他完成了后,这位年轻人就成了长老。 接着,一件美好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父亲和他的儿子彼此拥抱,他们两个显然从来没有这样拥抱过。 那位父亲流下眼泪说,我以前没有能够案例我其他的孩子,儿子。 想想那天的意义比起其他,由其他人的案例他,即使是一位使徒要案例,要大得多。 尽管世界已经甚至已遍布世界各地,我们仍然呼吁每一位长老和大祭司,每一位甚至持有人,要像积淀一样,和他规模大小,规模虽小,但力量尽人的三百人军队一样,各占各的地方。 主说过,世上弱小的事物将出来击倒强而有力的事物。 尼非先知也说道,神高扬的大能降在高扬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些分散到整个地面上的主的约民身上。 而且,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论是困倦的,疲乏的,懒惰的,甚至那些为罪束缚的人,都必须借由赎罪和宽恕的力量得到复原。 我们有太多的圣职弟兄没有配成的生活地得到他们的特权,且不符合主对他们的期望。 我们必须向前迈进,并对圣职的神圣能力怀有信心,甚至是力量和鼓舞的泉源。 让我们能认清自己的身份,拥有的事物,以及我们在全能之神的事工中必须做的事。 主已经说过,你们若做我所说的事,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 若是家中没有圣职,就要由圣职定儿祖来看顾和照管这个家庭。 在这个模式下,教会中就没有任何家庭会缺少所需要的祝福。 许多年以前,有个家庭,全家人围绕在一位年老娇小的丹麦妇人旁边。 其中有一个妇人已经是一个妇人已届中年的叛逆的儿子,过去几年她一直住在家里。 她眼泪汪汪地哭诉,妈妈,你一定要活下去,妈妈,你不能死。 她继续说,妈妈,你不能走,我不会让你走。 这位娇小的母亲抬起头来,看着她的儿子,用她很重的丹麦口音说,你的能力到哪儿去了? 保罗说,我们也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辈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主的事工一定会繁荣昌盛,这点无容置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集结所有的力量合而为一。 我们已经有圣职权柄,在我们所完成的所有协调重组之后,现在我们必须负起责任,启动教会中的圣职能力,圣职的权柄,经由案例而来。 圣职的能力则必须借由忠信服从的生活,并且遵行圣约而来。 这份能力也会因为正义的运用以及使用圣职而增强。 父亲们,我现在要提醒你们这项召唤的神圣本质,你们有直接从主而来的圣职能力可以保护你的家。 有些时候,你能保护你的家人抵御敌对者伤害的唯一的盾牌,就是这份力量。 你会借着圣灵的恩赐,接受由主而来的指示。 反对者目前并没有积极扰乱我们的教会聚会,也许偶一为之,但大致来说,我们都能随意地聚集,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但是我们的敌人与其途中,却持续不断地攻击我们的家庭和家人。 所有教会的活动最高的宗旨,就是让男人和他的妻子、孩子,在福音原则和律法的保护下,拥有快乐的家庭,并且安全地印证在永恒圣旨的圣约之中。 每一项律法、原则和能力,每一个信仰,每一项教仪和案例,每一项圣约,以及每一次讲道和圣餐,每一个中顾和纠正,以及所有的印证、召唤、泄免和服务,这一切事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个人和家庭成为完全。 因为主说,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而且必将如此实现。 我想,要圣旨的力量赐给我们,来保护我们。 我们惧怕是信心的相反,我向你们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过去几年,我在许多国家和成千上万的后期圣族妇女见面。 这些姐妹所面对的挑战,不胜枚举,像是家庭问题,经济难关,灾难,意外,还有些疾病。 生活上有太多会让人分心的事物,却没有足够的平安和喜乐。 尽管大众媒体传达的信息与此截然不同,但是没有任何人的财富,美貌跟聪明才智,足以使他躲过世俗的经验。 姐妹们所提出的问题,不仅重要也很有见解,他们明确表达出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为能实现期望的伤心,对一切事物无能为力,以及自我价值感的低落。 他们也展现出要做正确事的深切渴望。 对于神女儿的价值,我有越来越坚强的见证。 有非常多的事情,要靠他们去做。 我拜访姐妹时,感觉到,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提升信心与个人正义。 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有坚强的家庭跟家人。 我们也能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需要的人。 我们要如何增强信心,巩固家庭跟提供救援呢? 我们这时代的妇女如何能够为自己的问题找到解答,又该如何在对抗令人难以想象的阻碍和困难时,保持坚定不已呢? 美好的妇女知道,她没有足够的精力、时间跟机会,如她所愿地照顾所有的人跟做所有的事情。 大多数的妇女都不是平静清闲的。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事情必须完成,而且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很重要。 美好的妇女必须经常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信息。 这些信息往往告诉我们,她有资格拥有更多的时间卸下自己的责任,说她应该得到更安逸、更独立的生活。 但是在个人启示的指引下,她可以正确地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自信地在今生找到正确的方向, 让自己能够配衬、获得启示,并且根据这项启示采取行动,是今生最能够、最重要的能力。 要获得配衬、获得主的灵,首先要对主的灵有渴望,并且要有某种程度的配衬, 遵守诫命、悔改、更新洗礼圣约,能够让我们蒙受祝福,一直能够有主的灵同在。 订立并且遵守圣殿圣约,也能够让妇女在生活中增添灵性的力量。 许多困难的问题能够藉由阅读经文而得到解答, 因为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启示, 对经文的见解会日积月累的累积下来, 所以每天花时间读经文非常重要。 每天祈祷也是让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不可或缺的。 透过祈祷以及经文研读,来热切寻求解答的人, 随身都有纸笔可以写下问题,并且把内心的感受跟想法记录下来。 当我们做正确的事时,启示无时无刻都会来到, 当妇女以基督教化人心的方式教养时, 会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获得力量和平安的指引。 举例来说,即使孩子疲倦吵闹的央求关注时, 母亲也可以感受到灵的帮助, 但是如果他们对孩子发脾气,就会远离圣灵。 在对的场所也能够让我们获得圣灵的指引, 我们需要用心的努力来减少分心的事物。 然而拥有圣灵的启示, 我们就能在遇到困难的日子, 做必要的例行工作时, 克服阻碍,运用信心,坚持下去。 个人启示让我们了解每天要做什么, 才能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 才能巩固家人和家庭, 找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由于个人启示是一股可以不断更新的力量来源, 因此即使我们在混乱不安的时候, 人可以感受到帮助。 我们受到教导, 要信赖那位引导人, 处事公道, 为人谦卑, 判断公正的圣灵。 我们受到教导, 这个圣灵会启发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喜乐, 让我们知道一切应做的事。 一旦我们寻求必须准备好, 接受个人启示, 运用信心, 相信这应许的个人启示, 就会倾注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会获得。 除此之外, 主运用她的智慧, 在近代提供了妇女会, 协助她的女儿。 当妇女会以灵所启发的方式运作时, 她会提升妇女, 帮助她们摆脱纷乱的世俗, 开始过着能够准备好获得永生祝福的生活。 妇女会最核心的责任, 就是帮助姐妹们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 巩固家人和家庭, 找出并且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透过妇女会的妇女, 可以得到问题的解答, 并且借着所有姐妹集结起来的灵性力量, 而蒙受祝福。 妇女会证实了神的女儿真实而永恒的本质。 这是神圣的托付, 指引的光, 也是一个彼此看顾的体系, 教导并启发妇女保持坚定不移。 妇女会的朱佑明, 爱永不止息, 在所有美好的妇女身上具体展现。 当一个女孩晋升到妇女会, 或者当一个妇女受洗, 加入教会, 她就成为这个妇女会的一份子, 这个团体会巩固她, 帮助她为永生做准备。 加入妇女会表示, 这个妇女受到托付, 神有赖她在教会内做出重要的贡献, 并且继续进步, 即使这个姐妹本身, 她没有收到太多世俗的账扬。 第二任妇女会会长伊丽莎书对姐妹们这么说, 我们要在行为举止上当个淑女, 这不是以世俗判定的标准, 乃是要符合能与神为伴的标准。 在一个组织里, 我们可以互相协助行善提升自己, 而且无论多少都要主动参与, 协助推动这个伟大的事工。 这些妇女将来都能够在神国中 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 妇女就应该要有妇女的样子, 不要像小娃儿一样, 一直需要人家亲亲抱抱, 需要人纠正错误。 我知道我们喜欢被他人感谢,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自以为应得的感谢,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主已经对我们赋予重责大任, 主深植在我们心中的正义愿望跟渴望 并定都会实现。 我们能为自己和彼此做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在一切良善高尚的事情上 陶冶提升自己, 使自己能够胜任被赋予的责任。 美好的妇女常常会有渴望, 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成功。 在这个衡量成功的标准, 往往已被扭曲的世界, 重要的是, 要从适当的来源获得感谢跟肯定。 请让容我转述, 宣讲我福音一书里所列出的几项标准。 当我们培养耶稣基督的品格, 努力切实服从祂的福音, 就是表现得好。 当我们力求改善自己, 尽最大的努力, 就是表现得好。 当我们提升信心, 跟个人正义, 巩固家庭、家人, 找出并且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表现得好。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过的生活, 能够让自己配衬接受圣灵, 知道如何跟随圣灵, 就是成功。 在我们经的最大的努力后, 我们仍有可能会感到失望, 但是我们不可以对自己感到失望。 当我们感觉到圣灵在透过我们硬做时, 我们就可以确定主对我们感到喜悦。 以适当标准来衡量成功的人, 会得到平安、喜乐跟希望。 约尔书里的一段启示说, 在幕后的日子, 神的女儿、儿女要说预言, 并且主会用他的灵, 浇灌他的仆人跟侍女。 赶会长回应此项预言说, 将来必有许多良善的妇女, 大规模地加入本教会, 她们通常是相当有灵性内涵的妇女。 因此,本教会在末世时代的许多重要成长, 将取决于本教会妇女是否生活正义, 思维清楚, 以及她们是否以令人愉悦的方法, 明显地有别于世上其他的妇女。 教会女性的榜样, 对于教会在灵性和人数上的成长, 将会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我见证,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 主有赖他的女儿做好自己的部分, 来巩固喜安之地, 在地面上建立他的国度。 当他们寻求并且配衬地 获得个人启示时, 主在近代会用他的灵 浇灌他的侍女。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是一个乱世, 到处都是纷争和灾难, 有时让人觉得可能连人类都饱受威胁, 天灾肆虐, 主遇见了我们这个世代, 他说, 诸天震动, 大地也一样, 人类儿女中必有极大的苦难, 但是我将保全我的人民。 二次大战期间, 荷兰的卡斯伯和彭家庭提供自己的家, 作为纳粹追捕之人的藏匿处所, 这是他们信奉基督的生活方式。 这个家庭中, 有四个人因为提供避难所而葬身, 柯粒和贝西两姐妹就曾在生命狼藉的拉文布克集中营, 度过恐怖的几个月, 贝西死在集中营里, 柯粒幸存了下来。 柯粒和贝西在集中营里学到了神, 如何帮助我们宽恕。 战争结束后, 柯粒决定与人分享这个信息, 有一次, 他刚好对一群在德国把受战争蹂躏的人们演说, 他的信息是, 神宽恕是人。 柯粒彭的忠信终于在那时带来了祝福。 一个男子走向他, 他认出那人, 就是集中营里最残酷的守卫之一。 那名男子说, 你在演讲中提到了拉文布克集中营, 我曾是那里的守卫, 但在那之后, 我成了一名基督徒。 我知道神已宽恕了我在集中营做的那些残忍的事, 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你愿意原谅我吗? 柯粒彭说, 他站在那里伸着手, 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 但对我而言, 却好像是几个小时, 我挣扎着, 那是我一生中所做过最艰难的一件事。 神宽恕世人的这项信息附带一个条件, 那就是, 我们要宽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 我静静地祈祷着, 神啊, 帮助我, 让我能举起手来, 让我能做到这件事。 你一定要给我这种宽恕的感觉。 我僵硬地, 机械式地, 将我的手塞进面前伸出的手,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一股暖流从我的肩膀升起, 迅速地流到我的手背, 涌入我们相握的双手当中, 就在那时, 这股治愈的暖流仿佛充满我的全身, 使我热泪盈眶。 我哭着说, 弟兄, 我全心全意地原谅你了。 当初的守卫和囚犯, 如今紧握着彼此的双手, 好长一段时间。 我对神的爱的认识, 没有比当时更深的人。 对于那些躲避邪恶, 过良好生活的人, 对那些追寻更美好的明天, 遵守神诫命的人们而言, 即使面对悲剧, 一切都只可能会越来越好。 救主为我们指明了那条道路, 从科西玛尼到十字架到坟墓, 他战胜一切而复活了, 带给我们每个人生命和希望。 如同他在城市生活时一样, 今日他也吩咐我们来跟从我。 如果我们想多马孟孙会长劝告我们, 如果我们想走着抬头挺胸, 就必须对生命有所贡献。 如果我们想完成我们的使命, 回去与天父同住, 就必须遵守神的诫命, 按照救主的模式生活。 我们这样做, 不仅能达成我们永生的目标, 而且让世界因为有我们活在世上, 履行我们的职责而变得更好, 更多采多姿。 圣经中有这么一段启迪人心的话, 总义就是, 敬畏神, 谨守祂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到底什么是职责呢? 我所说的职责是我们应当做到的事, 并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种来自个人及社会的道义责任, 唤起正义、忠诚及光荣。 职责所要求的并不是完美, 而是努力。 它不仅合乎法律, 也是种美德。 职责并非保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而是建立在个人责任、 正义及勇气的基础上, 善尽自己的职责, 就是信心的表现。 孟生会长曾说, 我喜欢也真是职责这个高贵的字眼。 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而言, 我们的职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信守我们的圣约。 我们对什么人、什么事 有一不容辞的职责呢? 首先,我们对神, 对我们永恒的父有责任。 祂是救恩计划的创始者, 是天地的创制主, 并且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祂是真理的泉源, 爱的化身, 也是救赎的缘由。 约瑟 F. 斯密会长说, 我们拥有的一切皆来自于神, 我们自己本身只不过是一堆无生命的尘土。 生命、智能、智慧、判断力、理解力, 都是神给人类儿女的恩赐。 祂赐给我们体力, 也赐给我们精神力量。 每个人应从内心深处感谢全能的神, 感谢祂赐予生命并给人拥有各种像神的属性。 我们应该以我们所拥有的智能、力量、理解力、 智慧及一切力量来荣耀神, 这是我们的实责。 一个人若对父神尽责, 就得对神子主耶稣基督也尽责。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也是我们的君王。 我们尊敬其中的一位, 就不能不尊敬另一位, 因为天父已制定了, 唯有借由及奉耶稣之名, 人们才能全然善计其职责。 当世上男女和青年对神尽责时, 他们就会觉得也必须对彼此、 对家庭、对教会和国家, 以及对所有交托他们照管的事履行职责。 他们有责任发挥自己的才能, 奉公守法,做个好人。 而且他们会变得谦卑顺从, 应于接受请求, 节制战胜放纵, 服从引导勤奋, 平安就会降临。 而公民为人忠诚, 社区热善好施, 邻居就会成为朋友。 天上的神喜悦, 地上充满和谐, 这世界就成了更美好的地方。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职责陷入危机呢? 就是祈祷。 每个人都能用这个方法来确知, 而且这也是直达天庭的生命线。 使徒彼得说, 主的眼看孤义人, 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谦卑, 真诚, 获得灵感的祈祷,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迫切需要的神圣指引。 百汉阳先知劝告我们, 有时候人们会迷惑而充满着担忧、烦恼, 然而我们的判断力教导我们有义务祈祷。 耶稣教导我们, 你们必须随时警醒, 常常祷告, 免得你们屈服于诱惑, 因为撒旦渴望得到你们, 好让他让塞麦子那样塞你们。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只要正当, 并且相信必然得到, 看哪, 你们求的就必赐给你们。 祷告要有效, 就必须与天上的计划和谐。 祈祷的人蒙得圣灵启发时, 就会获制这样的和谐, 有了这样的和谐, 信心的祈祷就会结出果子。 我们所祈求的一切, 圣灵必成就。 若没有这种圣灵的祈祷, 我们可能就会忘求。 只寻求自己的意思, 而不顾他的旨意。 祈祷的时候, 获得圣灵指引是很重要的, 因为祈祷的回答 也是受相同的灵所启发。 这样的祈祷带来天上的祝福。 因为我们没有祈求以前, 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他回答每一个诚心诚意的祷告, 毕竟他承诺了我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我见证, 我们的职责清楚地表明, 我们对永和的父神, 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及祈祷的力量, 所不可分割的信心和信念。 这是所有爱神, 且希望遵守他诫命的神的子女所必经之路。 对青少年而言, 这带给他们个人成就, 让他们做好准备。 对成人而言, 这让他们重拦信心和决心。 对老一辈的人而言, 让他们达官, 持守正义到底。 它让每个中性的旅者配备好主的力量, 保护他整天不受邪恶的侵袭, 赋予他知识, 了解, 其总意就是敬畏神, 请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现在, 惠众和唱诗班要一起唱, 耶和华请您引导我。 之后, 七十元会福安德森长老将为我们演讲。 之后, 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听得主, 罗素培勒, 长老演讲。 接着, 唱诗班要献唱, 他差遣爱子。 突然使为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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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在帕雷街上 等着轮流度过冰封的密西西比河 走向不可知的未来 我们站在帕雷街上 想象他们绝望的处境时 我的目光被一排钉在篱笆上的木牌所吸引 上面刻有引述至这些受苦甚至日记里的文具 我们阅读每一段话 出乎意外地在他们治理行间找到的不是绝望和沮丧 而是自信和承诺 甚至是喜悦 他们满怀希望 这希望可以反映在沙拉里奇在1846年2月所写的日记里 他写道 在这样的寒冬里 开始我们的旅程好像进鬼门关一样 但我们有信心 我们感觉似乎得救的日子已经到了 这些早期的圣徒的确无家可归 但他们却非了无希望 他们的心虽然碎了 意志却很坚强 他们学到了深奥且重要的教训 他们学到伴随希望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并不会因所处的环境而有所不同 他们发现希望的真正来源是信心 对主耶稣基督及其无限救赎的信心 这正是我们生活所依赖的一个稳当的根基 今天有另外一群先虚者也在实践这项重要的原则 1月12日星期二 海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胜毁了首都太子港 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 约有100万人无家可归 死亡人数更超过了20万人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国际间 史无前例的救援行动时 另一个不同凡响且振奋人心的救援 也在太子港进行着 这行动是由海地当地的教会领袖所组成的委员会领导的 委员会按照正直的模式组成 并在圣灵的启示下运作 委员会除了其他成员外 还有太子港的两位支联会会长 两位支联会妇女会会长 和一位30岁 主领海地太子港船道部74位 全部时间船教士的船道部会长 他所有的船教士都是海地人 不可思议的是 没有一个人在这次毁灭性的地震中受伤 教会把资源送到这些受灵感启发的当地领袖手中 这些资源当中有许多是各位的慷慨捐献 海地人民由衷感谢这些捐献 在委员会的指导下 一车车的补给品几乎立即从多名 离家共和国运抵灾区 地震后的几天内 一架满载食物 净水系统 帐篷 棉被 医疗用品 和医疗团队的飞机 也抵达灾区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奇迹是 在太子港和附近的九间教堂 几乎毫无损伤 地震发生后的几周 这些教堂成了五千多名海地人的避难所 以及食物 饮水和医疗看护的基地 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 混乱的情况也渐渐恢复了秩序 虽然中性的海地圣徒受创严重 但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就像1846年早期的圣徒一样 他们虽然心碎 预知却很坚强 他们再次教导我们 希望快乐和喜悦 不是来自首属的环境 而是来自对主的信心 先知摩文也亲身经历过许多的苦难 他了解并清楚地教导这项教义 我心爱的弟兄们 我再次地跟你们谈谈希望 看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应当希望靠着基督的赎罪 根据那应许 这希望要因你们对他的信心而实现 所以人若有信心就必定有希望 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 希望来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他胜了世界 也承诺只要我们归向他 相信并跟随他 他会擦去我们的眼泪 有些在此刻感到绝望或沮丧的人 也许会怀疑自己怎么可能再重拾希望 如果你也这么想 请记住 希望来自信心 在我们有希望之前 必须先有信心 对救主的信心 需要的不只是相信 使徒雅各教导 即使魔鬼也信 却是害怕 真正的信心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 魔鬼和本教会中信教的差别 不在于相信 而在于具体的行动 遵守诫命 信心就会增长 所以一定要努力遵守诫命 我们在经文指南里读到 奇迹不会产生信心 但坚强的信心 却因服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培养 换言之 信心来自正义 我们在努力遵守神的诫命 悔改我们的罪 并承认要尽力跟随救主的同时 就开始相信透过赎罪 一切都会痞疾太来 圣灵会证实这些感觉 让我们免去先驱者所说的顾虑和烦恼 不管有什么考验 我们都会充满幸福的感觉 想要与他们一同歌颂 一切好 我不想小看忧郁症的实际情况 对某些人而言 与称职的专业人员諮商 可以找到解决忧郁和焦虑的方法 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只要我们现在认为制定幸福计划的神 得让对和平之君的信心 就能化解忧伤与恐惧 取而代之的是快乐与和平 最近 我的一位好友因癌症过世 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很有信心的人 看到他们如何倚靠信心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 给我很大的启发 他们内心充满平安 这平安之时并巩固他们 在他们的同意下 我要念其中一段家人在他父亲过世几天前 所写的信 过去这几天特别难熬 昨天晚上 我们聚集在爸爸的床前 我感觉到主的灵与我们同在 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保慧师 我们都很平静 我们没有经验过这么难过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都很平静 我们知道天父已经应许给我们全家 会再次团圆 医生在医院告诉父亲已经束手无策时 父亲以全然的信心 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勇敢无畏地问道 在这房里有谁对救恩计划有意见吗 我们不但没有意见 还非常感谢父母亲教导过 我们要对这计划有完全的信任 我演讲的对象是所有在今生受苦的 哀伤的 现在或即将面临人生考验和挑战的人 我的信息是给所有担心 害怕或惧怕的人 我所讲的不够是在 重复提醒大家 记得慈爱天父 从太初以来 就不断给他儿女的 宽慰与忠顾 记住啊 记住 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 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 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墙风 是的 在旋风中射出他的剑 是的 在所有的冰暴和强烈的风暴 打在你们身上时 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 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 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根基 是稳固的根基 只要建立在这根基上 就不会倒塌 我为他做见证 他已经胜了世界 他绝不会忘记或离弃我们 因为他已经把我们鸣刻在他掌上 我见证 所有遵守他揭命的人 都会有更大的信心和希望 他们会得到力量去克服人生的种种考验 他们必能体验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们 六个月前呢 我在总会的教育大会的圣职大会上面 对父亲和儿子讲话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我的五个女儿 二十四个孙女 和人数还在不断增加的增孙女 也要求公平的待遇 所以呢 我今天主要是要对教会里的母亲和女儿讲话 我亲爱的妻子巴巴拉 对女儿和孙女们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他们对他也是一样 尽管世人贬低女性和母职的角色 认为这臣府的观念是用来操控女性的工具 但是呢 母亲和女儿在帮助彼此扩展 无限可能的这件事情上 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约瑟F Smith会长曾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 对教会的妇女说 你们不适于让世上的妇女领导 你们要领导世界上的妇女 进行一切值得赞扬 崇高神圣 使人鼓舞 并且使人类儿女得以进化的事情 姐妹们 身为你们的弟兄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你们在世界奠基以前 就被神指派去做的事 我们可以尝试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复制你们那个独特的恩赐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能比正义妇女的影响力 更能够触及个人 更能滋养 更能改变生命 我知道有些女青年没有母亲可以讨论这些事情 有些妇女目前也没有女儿 由于所有女性在圣洁的天性里 都继承了做母亲的才能和天职 所以我要讲的大部分内容 也适用于祖母、外婆、姑姑阿姨、姐妹、继母、婆婆、领袖 还有其他的粮食意犹 因为她们有时候也填补了这项重要的母女关系中的空缺 各位女青年 你们的母亲爱你们 她们在你们身上看到下一代的希望 你们成就的每一件事情和克服的每一个挑战 都带给她们很最大的喜悦 同样的 你们忧愁伤心的时候 她们也会忧愁伤心 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女青年 怎么样好好珍惜你和自己母亲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也会和母亲们谈谈如何在女儿和其他家人身上发挥母性的影响力 说起来真的很不幸 因为要在现代社会里 举出困惑女性和扭曲女性的事物实在是太容易了 不端庄 不道德 毫无节制的女性霸占了广播电视 垄断了杂志 并且藏身在大荧幕当中 接受世人的膜拜 使徒保罗曾经预言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又特别提到 在他看来 最危险的一件事 莫过于无知的妇女 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今日的普罗文化 通常把女性看成是愚蠢 微不足道 没有大脑 也没有能力的人 这样的文化不但把女性嘉语 误化 不尊重她们 还说她们只能靠诱惑的魅力 溺人的魅力 轻易地流民人间 这种最普遍也最危险的大谎言 就是撒旦灌输给女性对自己的看法 所以 亲爱的女青年 我要苦口婆心地劝你们 不要追逐时尚 把潮流视为你的偶像和导师 反而要以你们中性的母亲为典范 效仿她们的榜样 而不是模仿那些不以主的标准为标准的名人 因为她们不一定有永恒的价值观 要仰望你们的母亲 学习她的坚强 勇气和忠信 要听她的话 她或许不太会传简讯 或许也不会上Facebook 但是呢 只要是有关内心世界和主的事 她就懂得很多了 在你们即将结婚和为人母的时候 她会是你们最大的知识宝库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母亲更爱你们 更愿意为你们牺牲 她会鼓励和帮助你们 在今世和永恒得到幸福 年轻的姐妹们吧 要爱你们的母亲 尊敬她们 听她的话 信任她 你的福祉是她最在意的事 她关心你永恒的安全和幸福 所以要好好对待她 包容她的不完美的地方 因为她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现在 我想要和母亲们谈谈你们 在女儿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们家有个朋友 常常和一些亲戚一起旅行 而在每一次旅行过后呢 她大半都会谈到 那些年轻的女孩的言行举止 有多么像她们的母亲 母亲如果很节俭 女儿也会很节俭 母亲如果很谦虚 女儿也会很谦虚 母亲如果穿假脚拖鞋或不正式的衣服去参加圣餐聚会 女儿也会这么做 各位母亲 不管你们的女儿承不承认 你们的榜样对她们都相当的重要 从世界有史以来 女性就一直担任着教师 教导道德标准 道德教育从摇篮边就开始了 然后持续到孩子的一生 今天我们的社会对女性和母之充斥着危险且谬误的看法 听信这些看法会让你们的女儿走上犯罪和自我毁灭的路 除非你们告诉她们 或者更好的做法是 除非你们示范给她们看 要怎么样做出好的选择 否则你们的女儿可能不会知道这些事 你们是以色列的母亲 是女儿们抗拒世俗诱惑的第一道防线 母亲们 我知道有时候孩子对我们的教诲漫不经心 相信我 我看过 青少年在你们讲重点的时候 一个个眼神呆滞的样子 我向你们保证 就算你们认为他们没有把你的话听进去 他们还是会从你身上学到东西 他们会观察你们是否言行一致 就像爱莫生所说的 你所做的事情比你说的话还大声 要教你们的女儿 在养儿育女中找到喜悦 因为他们能在这个过程中 将自己的爱与才华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下一代产生永恒的影响力 想一想 海勒里会长以下这句话的含义 你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 就是在自己的自家的围墙内 当然这句话对我们所有的人都适用 只是一想到母女间的关系 这句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 母亲们 要教你们的女儿明白 神的女儿不会去讲人闲话 或彼此批评 先知约瑟在给纳府妇女会的一次讲道中 劝告姐妹说 舌头是人体中最韧性 最难克制的器官 要约束你们的舌头 不要说长道短 近几年来 有许多的文章 书籍 电影 都写到一些女性和女孩如何讲人闲话 如何凶悍 撒旦 一直都在试图要贬低女性神圣的本质中最宝贵的元素 那就是滋养他人的天性 在母母女关系中受到滋养的女儿 就会学习到如何去滋养他人 因为她在这种关系中受到疼爱 受到教导 而且亲身体会到 当别人出于关怀而去纠正她 同时继续鼓励她和相信她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感受 姐妹们 请记住 神是一切道德力量的和灵性来源 力量的来源 我们与神立约 并遵守这些圣约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力量 母亲们 要教你们的女儿明白立约的重要 然后向她们示范 要如何遵守这些圣约 使她们有渴望过配衬的生活 能够到圣殿去 在今天的世界里 这意味着要和你们的女儿 谈性的问题 如果你们的女儿和你们的儿子一样 她们成长的这个世界 正公然宣扬着 可以在青少年就随意杂交 不必顾虑后果 不短装 不贞洁的女性 受到美化 也往往成了推崇和效法的对象 虽然 我们可以在家里采取一些步骤 尽量不要接触到 这些令人憎恶的事物 但你们的女儿 却不可能完全避开这些 在她们周遭 有关性的信息和诱惑 你们必须经常在 经常 而且在公开的讨论中 教导你们的女儿明白这些议题 举例来说 她们必须了解 当她们穿上太紧太短 或太低胸的衣服的时候 不仅会向所交往的男青年 传递错误的讯息 而且会把在自己的思想中 烙印上一种错觉 以为女性的价值 完全就建立在肉体的吸引力上 而这点从来就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包括在神 为他正义且忠信的儿女 所下的定义里面 他们需要从你们的嘴里 一再地重复地 清楚地 听到这样的话 他们也需要看到 这些真理正确地 而且言行一致地 表现在你们自己的服装 仪容和节制的生活标准上 所有的男女青年 只要学会辨认圣灵的存在 和圣灵的声音 就会更愿意立约 和遵守圣约 要教你们的女儿明白 和圣灵有关的事情 引导她们去查稿经文 给她们一些经验 来帮助她们 珍惜生活中那些 来自圣旨力量的祝福 他们会听 透过遵守圣约 倾听主的声音 获得个人的启示 神确实会聆听 并回答他们的祈祷 2010年的协尽会主题 不但适用于 所有的男女青年 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 他说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们无论往哪里去 以和华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这会很安全地 引导她们 接受圣殿的祝福 要确定 她们知道 遵守圣约 是通往永恒 幸福最安全的一条路 必要的话 要教她们如何悔改 如何保持纯洁 和配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耳熟 那是因为我已经连续三次 在总会教育大会上 对为人父母和儿女讲的话 去年四月 我鼓励 男女青年们要 记取过去的教训 我曾说 如果你们愿意聆听 及学习 那些比你们早到这世上的人 可以教你们的一些 身负意义的人生教训 如果你们能选择 追随基督忠实信徒的高贵榜样 你们的人生的景况 必定会十分美好 去年十月 我在圣殖大会上 对为人父和儿子讲话 今天我对为人母和女儿讲话 我的信息虽然每次不一样 但也很累死 我希望各位都听进去了 也希望你们看到一个摩世 听到坚定一致的信息 那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日子 父母儿女之间 必须要彼此倾听 互相学习 这点不但非常的重要 甚至足以决定一切 我讲的是不是空泛的道理 而是神 不是空泛的道理 而是神为我们所制定的计划 教会将尽一切所能提供 协助 我们会随时协助和支持所有的父母和儿女 在家庭中去准备我们的男女青年 去领导明天的家庭 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要尽一切所能 去准备男女青年 让他们忠信和正义成为一个忠信和正义的男女 我们一定要在家里用言教和身教来教导福音 结束时 我要引述约瑟F思密会长一段预言性的谈话 他说 世人常把今生从永恒中区隔出来 但是我们的家庭关系并不止局限在今生今世 我们不但是活在今生 也活在永恒当中 我们的情谊和关系会从今生持续到永恒 除了后期圣徒外 还有谁会想到坟墓的另一边 我们还会是一家人呢 到时候父亲母亲和儿女们都会彼此相认呢 有谁会想到在神的事工中 家庭组织是他伟大且完美组织中的一个单位 一切都注定会在今世和永恒中持续下去呢 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在自家的围墙内彼此教导 彼此滋养和彼此准备 因为这伟大的事工在现在和未来 都必须由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完成 这是我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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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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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说起这之后二十多年的经历时 她的眼中没有泪水 但声音中却透露的忧伤 她说 她会开始堕落 是因为她选择了 去结交一帮 她认为很好玩 很刺激的朋友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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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开始违反一些她起初以为叫不重要的诫命 起先 她还会感觉到有点难过 也有一丝罪恶感 但是 和那些朋友交往 让她有一种受人欢迎的新感受 所以 偶然蒙起的那种悔改意念 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而随着她违反诫命的越来越严重 永恒幸福家庭的梦想 也似乎逐渐消失了 她坐在我对面 说她很悲惨 觉得自己已经陷在罪恶的网络中 希望我能够拯救脱逃 但她唯一的出路 就是要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怀着破碎的心悔改 好 借着主的赎罪得到洁净 改变 并且得到力量 我向她见证 这是可能的 而且 这也的确是可能的 只是到这个地步 要做起来就困难得多 如果她能在返回神之家的旅程上 一开始彷徨 就及早运用信心的话 事情就容易得多 所以说 我们最能帮助神之儿女的时机 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 就提供方法 帮助他们培养出 对耶稣基督和其复兴福音的信心 然后在他们彷徨迷途的时候 我们还必须在那信心熄灭之前 尽快重新点燃它 因此 你我都不断地会有机会 在神的儿女中 帮助一些这个旅途上的人 舅主也告诉过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 他谈到神所有灵体儿女的 这趟返家之旅 由于撒旦和罪恶所引起的黑雾 而危机重重 他说 你们要进那窄门 因为那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的人也少 只有很少的人会找到 慈爱的天父遇见了他儿女的需求 因此他在一路上提供了指引和拯救者 他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提供我们安全可行 而且找得到的道路 他在这时代召唤了先知 也就是多马孟生会长 孟生会长自年轻时起 就教导我们要如何保持在这条道路上 以及如何去拯救那些陷于忧伤的人 天父把我们安插在各种不同的职位 让我们可以去巩固他人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 引导游子重新回到安全之地 我们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指派 就是在家庭中 这些指派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家庭最有机会 在孩子生命刚开始的时候 就让他们稳稳地立足在回家的路上 父母 兄弟 姐妹 祖父母 叔叔伯伯 顾布婶婶等 都会因为家人之间的自然的亲情 而成为最有力的祥导和拯救者 家庭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八年中 占有优势 由于耶稣基督罗罪 在这受保护的几年当中 撒旦用来蒙蔽孩子的返家之路的 那个黑物被挡住了 在这宝贵的几年当中 主召唤儿童会工作人员 来协助孩子的灵性成长 借以帮助家庭 他也指派亚人圣之持有人 来主礼圣餐 在圣餐祈祷文中 孩子们会听到应许 知道只要去遵从神的诫命 就能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 这样他们就会受到巩固 能在诱惑来临的时候 加以抗拒 并且在将来还有机会 去拯救其他的人 教会中的许多主教受到启发 去召唤智慧中最坚强的教友们 到儿童会为每一个儿童服务 他们知道 如果儿童借着信心和见证被巩固了 他们在青少年时期 就可能比较不需要拯救 他们知道 稳固的灵性基础 会影响他们一辈子 我们都可以帮忙 祖父 祖母 凡是认识孩子的 都可以帮忙 不需要正式在儿童会中 有一个召唤 也不受到年龄的限制 有位妇女就是这样的榜样 她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总会儿童会 理事会里面服务 并且协助地设计了选正义这个标语 她从不厌倦于为儿童服务 她资源在智慧中教导儿童会 直到将近90岁的时候才停下来 年幼的孩子可以感受到她的爱 他们看到她的榜样 从她身上学习到 耶稣基督福音的简单原则 而最重要的是 由于她的榜样 他们学习到如何去感受和认出圣灵 而当他们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时 他们已经开始有信心来抗拒这些诱惑了 他们可能比较不需要被拯救 而是准备好了去拯救别人 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学到了对祈祷和对圣灵的单纯信心 所带来的力量 我的长子还没有受洗的时候 他的父母 儿童会教师 以及圣子领袖 都一起帮助他感受并认出圣灵 还有学习去接受圣灵的帮助 有一天下午 我太太带她去一个女士的家中学习阅读 原本的计划是让我在下班的时候 顺道载她回家 结果她的课程比我们预期的时间 早了一点结束 她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晓得回家的路 所以就开始走回家 她后来说 她原本非常有自信 觉得一个人走回家是个好主意 但大约走了一公里之后 天开始黑了 她开始警觉到自己离家还很远 她还记得自己怎样泪眼朦胧的 看着一盏盏的车灯 驶过她的身边 她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像一个很小的小孩 而不是独自上路时那个自信的大男孩 她发现她自己需要帮助 然后她想到一件事情 她知道自己应该祷告 所以她就离开了马路 走向黑暗中隐约可见的一片树虫 找到一个地方跪了下来 然后她听到树虫间 有声音朝着她过来 有两个年轻人听到她的哭声 他们一边走向她 一边问 你需要帮忙吗 她边哭边告诉他们 她自己迷路了 她想回家 他们问她是不是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或地址 她不知道 他们问她是不是知道自己的名字 她也不晓得 然后他们把她带到不远处 他们自己的住处 接着电话部中 找到了我们家的电话 我一接到电话 我就赶快赶去救她 心中很感谢她在回家的路上 能遇到那些好心人 我也一直很感谢有人教导 她要用信心祈祷 让她相信自己在迷路的时候 会得到帮助 这样的信心 曾经无数次地引导她 走到安全之地 并且为她带来拯救者 主在她的国度里面 设置了拯救的模式和拯救者 智慧的主 启发了她的仆人 让他们设置了一些最有力的方法 来巩固我们 也安排了最能干的拯救者 来帮助我们 度过青少年的时期 你们都知道主提供了两项有力的计划 其中一个是女青年的 个人进步计划 另外一个就是 亚人甚至持有人的计划 成为对神静止计划 我们鼓励新生一代的青少年 要去发掘自己的潜力 培养出强大的灵性力量 我们也恳请那些关心青少年的人 要起身去做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来帮助他们 因为教会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 因此 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件事 这两个计划经过了一些改善 但是其目的是不变的 孟春会长这么说 我们必须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事 实践我们该实践的事 表现我们该表现的行为 女青年的个人进步计划手册 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目的 个人进步计划 借着八项女青年准则 帮助你更充分了解你的身份 你来到世上的目的 以及身为神的女儿 应该做哪些事 为进入圣殿定立圣约的那一天 做好准备 书中接着提到 女青年要立下承诺 实践承诺 并向一位家长或领袖 报告你进步的情况 书中也承诺说 你在实践个人进步计划的时候 建立起来的模式 例如祈祷 敬文研读 服务 和写日记将成为你每日的个人习惯 这些习惯将巩固你的见证 并且帮助你终生学习进步 亚人圣殿职男青年的对神进职计划 已经浓缩化了 将亚人圣职的全部三个职位 都纳入在一本简单的手册里 男青年和他们的领袖 都会收到一本新的手册 这是一本有力的工具 这个计划将增强男青年的见证 并巩固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帮助他们学习自己的圣职职责 并且有渴望去履行这些职责 这个计划也会巩固男青年 他们和父母和定额组成员 以及和领袖之间的关系 这两项计划都需要青少年本身 负起相当大责任去努力实行 他们受邀学习 去做一些任何人都可能感觉到 非常富裕挑战的事情 当我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我不记得自己曾接受过 这么困难的挑战 是有那么几次 我曾经被要求去完成类似的挑战 但只是偶然而已 但现在这些计划要求的 确实持续地尽心努力 并要累积数年的学习和灵性的经验 想到这件事 我就体会到 在这些手册的内容 具体地呈现出 主是多么的信任这新生的一代 也多么信赖我们所有关心新生一代的人 我也见证我们的主的确信任他们 我出访的时候 见到亚人圣子定儿主的实际运作状况 我见到男青年遵照这样的模式进行 先是学习 然后聆听计划 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 然后接着去实践这些承诺要做的事 最后再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灵性 起了怎样的变化 当我看着他们聆听他们时 我很清楚知道 会众里的父母 领袖 朋友 甚至灵人 在听到这些青年的见证 知道圣灵怎样鼓舞了这些年轻人时 他们自己也受到了圣灵的感动 这些青年在做见证时受到了鼓舞 而努力帮助他们进步的人也受到了鼓舞 女青年的计划也有着相同的有利模式 帮助女青年培养灵性的力量 并且让我们有机会帮助他们 个人进步计划会帮助女青年准备好 接受圣殿的教育 母亲 祖母以及在教会中 环绕他们的每一位正义妇女的榜样 都会帮助他们 我曾见过一对父母帮助他们的女儿 达成她的目标和梦想 他们的方法就是去注意 加许她每一个良好的表现 就在几天以前 我看到一位母亲和她的青少年女儿 站在一起接受女青年讲 因为他们都是很杰出的女性的榜样 他们和我分享这件事 对他们的意义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主对我们全体的认可和鼓励 在我们能给予这些年轻人的各种帮助 最有用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信心 相信他们正走在回到神家中的路上 而且相信他们可以抵达目的地 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陪着他们走 因为这条路不但陡峭 有时甚至齐虚难行 他们不时会感到沮丧 甚至跌倒 他们有时会因搞不清楚目的地 而转去追求一些比较没有永恒价值的目标 这些受到灵启发的计划 会使得这种情况比较不容易发生 因为这些计划将引导年轻的人 去邀请圣灵并接受圣灵的陪伴 我们给予这些年轻人的最好中古 就是告诫他们 唯有接受圣灵的指示和纠正 才能回到天父身边 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 我们就会鼓励赞扬并示范一切 能邀请圣灵同在的事情 当年轻人在告诉我们 他们所言所行和所感受的事情时 我们自己也必须能配成有圣灵同在 然后年轻人才能从我们的赞美和微笑中 感受到神的认可 万一我们觉得要需要纠正的时候 他们也会从感受到我们的爱和神的爱 而不是感受到责怪和排斥 而不会让撒旦有即可成 将他们拉得更远 他们需要的榜样 就是看到我们做他们必须做的事 我们需要祈求圣灵的恩赐 我们需要诚实经文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 我们需要定立计划 这些计划不能光只是愿望而已 还必须视为约定 我们也需要履行我们对神的承诺 需要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生命中 经由赎罪而来的祝福 借以提升他人 我们也必须做好榜样 在自己的生活中 展现出主期望他们做到那种稳当持久的忠信 我们如果这么做 就会帮助他们感受到灵所四的确证 直到如果坚持下去 他们就会听到慈爱的救主和天父对他们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而我们这群帮助他们的人 也会满心喜悦地听到同样的话语 我见证主爱你们 他爱神的每个孩子 这是他复兴的国度 拥有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的圣职全要 多玛孟孙是主今日的先知 我要应许每一个人 只要你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真实教会中 遵从他所给予的灵感启示 我们的青少年 以及帮助他们 爱他们的我们这些人 都会被安全地拯救回到天父和救主的家中 与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以有永远的快乐 奉耶稣做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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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 poverty's veil, or abounding in wealth, And whole war abroad on the land or the sea, As thy days may demand, as thy days may demand, As thy days may demand, And so thy suffer shall be. Fear not, I am with thee, or be not dismayed, For I am thy God, and will still give thee aid. I'll strengthen thee, help thee, and cause thee to stand, Upheld by my righteous, Upheld by my righteous, Upheld by my righteous, A nipotent hand. The soul that on Jesus that we for repose, I will not, I cannot, The soul that on earth should endeavor to shake, I'll never, no never, I'll never, No never, no never, no never, Don't never, Don't never for see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父,我们感谢您 我们能受到音乐的启发 您的话语的启发 我们感谢我们所听到的一切 我们更感激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 我们祈求您给我们勇气 来跟随这些圣灵的提示 所以我们的生活能够获得改变 我们感谢您的福音的复兴 以及圣子的复兴 天父 在这个周末 我们祈求您 让我们真知道这 您子的真实性 让我们在圣中有燃烧的感觉 还有平安 也帮助那些需要真理的人 再次我们感谢您 这所有的一切祝福 我们这么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80周年上半年 总会教育大会的首场转播 演讲者决选至 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 及总会职员 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 唱诗班演出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 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复制、录影、翻考 或做其他用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